这两天,平台出现了那个,为了稳定一下同步账号,咱们先讲一点正常的,后面在一万粉丝之后,再把这个分类开,从谷到街,我今天早上起来,有个朋友说起来这么早,我说天都起来了,人还不起来了, 先天,而天赋为,后天,而奉天使,什么意思,就是在天之前,你就把这个决定,规划,就开始行动了,那所有的天地人归顺,他都会顺着你走,因为道,它是这样一个规律的,后天呢,你就只能跟着天, 跟着这个规律走,现在人不是后天,是大后天,大后天,而人我行,这个,过去说天老大,你老二,天下你,天子,那都是天是第一你,最最了不起你第二吗, 现在人不是了,就我,我就是第一,从小到大,跟以前的年代啊,这个人的变化太大了,是不是跟这个计划生育有关呢, 人,西方思想,这个,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吧,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我主张,都有关系, 呃,我们今天开始讲讲这个中医的东西,呃,先从饮食作息开始,呃,这个,先天而天赋为呢,就是说,你先,你练功的人,他要是,通常就是天一亮,五点钟,这个,夏天有的地方四点之前,呃,四点多, 这个天亮之前,你就开始把这个气开始醒起来,那是非常好的,呃,那叫银石工,呃,以前,三晶天是半夜,三晶半夜,正好在正中间,一晶,就是七点,到九点,就是天黑了,就开始睡觉了, 那,那,那到银石,五金最后一天,他就,就是,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醒了,灯天天冷的时候,在某时怎么也醒了, 就是你要跟着天,不要跟着手机,不要跟着电灯,呃,这些东西科学方面以来是为人所用的,但是现在人就是反被他,牵着走,呃,太多的东西,呃,你看你是,你是人遛狗,我是狗遛人呃, 去八静簡直是遛狗一般,但是va你好很廷яс了 tll tamanho? мало有抱怨,其實你要想早睡觉很简单, website realize xd 你你上一个闹表吧? 早早就起来了,就牢忍一会嘛? 睡一天呢,一周,睡一會,早早就睡一會,睡一 Rück 最多两三天 一个礼拜了不起了 你的这个运气才会好 各方面精气神才会提升 运气它都是一体的 然后说饮食 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年 就是食食 古人叫食食吃饭的时间 你那个时候吃再多 也很快会消化 而且那个时候你要吃最好的 现在都不同了 下午三点到五点 就是腐食 就是补育的补再加一横 再补一顿 两顿够了 有的甚至就早上一顿就够了 你看佛家有个就过五十 但是有的体力劳动多的 可能需要多吃一顿 三顿也可以 少吃多餐也可以 七分饱 足够 八分 九 第一顿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下午